很多年前就知道这支队伍 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场馆里打过比赛 当时会有很多人说 希望我加入这支队伍 那么今年我就来了 欢迎收看小高 作为全世界第一主攻 前中国女排队长 朱婷在海外的流洋生涯 一直备受关注 近期已经到达意大利的朱婷 始终没有得到出场机会 连续两场 被科内利亚诺以自由人身份报名 仔细分析 主教练桑塔雷利对朱婷的这种安排 既是喜也是忧 背后有两层意思 朱婷身穿自由人球员 喜的是桑塔雷利对朱婷的 衣传和防守充分认可 作为全世界最佳球员 MVP收割机 朱婷的能力之全面是世界公认的 他不仅攻击力一流 衣传攻力和防守硬度 名列世界前茅 对此 作为职业教练的桑塔雷利 一清二楚 事实上 在中国女排 身高1米98的朱婷 单纲主力后 一直都主接遗传 一度有世界最高的自由人支撑 因此 来到科内利亚诺 朱婷的这一优点 再度被主教练看中 也足以说明朱婷的实力 优的是 朱婷进攻特长 不能施展 话说回来 朱婷毕竟是主攻出身 来到一甲 加盟科内 目的就是保持状态 为中国女排继续发威 但自从朱婷10月7人到达俱乐部后 迟迟不能上场 无疑对她的发展和状态保持不利 这也从侧面说明 科内利亚诺 目前在主攻位置上不缺人 或者说 主教练桑塔雷利认为 现有的主攻中 朱婷不是最好的两位 不适合单纲首发 从实战看 科内现在单纲主力的两名主攻 是波兰的卢卡西克 和美国的拉涅尔 朱婷新加盟科内后 一直不能登场 只是报名为自由人 桑塔雷利的背后有两层意思 一是认可朱婷的整体实力 特别是遗传能力 二是朱婷的状态没有达到最佳 强攻实力还有待提升 随着一甲联赛的进展 相信朱婷有机会 披挂上阵 再展威风 与此同时 也让黑子们失望了 朱婷签约了两年 朱婷刚去 也是在和队伍磨合 现在遇到的几个对手都比较弱 杀鸡烟用牛刀 好刚用在刀刃上 科内多闲作战 科内教练知人善用 早已有了主教练 单独给朱婷训练的视频了 朱婷上场 就是队伍的定海神针 不管在哪个俱乐部 让我们期待着